台湾每年航局的需求量大约有130吨 其中只有30吨是来自国产 为了发展在地特色农业 普里镇今年也有三处大约两分半的土地种植航局 其中青龙成首安有大约一分地的航局田 为了环境永续 它也采用生态共存的方式来种植 希望借此友善土地保护环境 航局大部分都是以外南品为多 然后我们就想说用无农药去栽种 那无农药生种的话 它会遇到一些面临面虫害的问题 那我们选择生态共存的理念 那让田里面的生物有食物可以吃 那它吃剩下来的就是我们的 而青龙陈复明则是以遮草息来减少人力的付出 陈复明表示 他去年是采全天然种植 却遇到雨季杂草不断的重生 不仅要频繁的除草 也造成采收上的困难 因此今年改用遮草息 也让工人更好的来作业 我们在第一年种植的时候 因为我们面临就是想要用更自然的环境 让航局可以自然的生长 可是因为这样在雨季过后 杂草它的生长速度真的会很快 会影响到航局的生长 所以我们后来才会今年改成有用益草息的方式 然后铺设 然后让采收的阿姨他们比较好方便工作 由于航局采收需要大量的人力 青龙陈首安是采用开放菊天 让亲子来体验采局勤进土地的同时 也帮助他采收 青龙陈复明则是希望透过沈农教育 有机会与学校来合作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份土地虽然是我成熟了 可是土地它算是大家的公有才 在网络上我去公布公开的这样的讯息 欢迎大家带着小朋友一起来 在园里上面来栽花接触土地 我们当然也很愿意跟学校配合 所以我们也是会在寻求跟更多的学校合作的方式 让小孩子可以进到农场 去看看航局 然后采航局 然后喝航局茶 把这个在埔里推动新的航局的私农教育 先议员陈宇军表示 台湾每年有130吨的需求量 但这产量只有30吨 这也有非常大的商机 另外在采摘方面 因为需要大量的工人 因此也希望透过私农教育的方式 与学校或是开放亲子旅游团来体验 落实私农教育也解决缺工的问题 我觉得既然有这么大的一个产量的需求 那么应该是要鼓励我们的农民 大家都来种这个航局 那特别是在采授的季节 其实是很缺工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 可以美和学校 或者是外面的亲子旅游团 来到我们埔里 来采摘这个航局 福利长派一圈肯定 普利青农的用心 不仅用友善环境的种植方式来爱护土地 也开放亲子体验落实私农教育 因此希望县佛能够来推广 在落实私农教育的同时 也可以帮助农民收成 解决人力短缺的问题 记者春卫一 普利正采访报道